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故事 我的高音生活 马上播出 胃口不好 胃疼难忍 整天的老疼 让你没有那个兴起起不来 23年的病痛 到底是谁惹不过 情绪跟胃非常关系 非常密切 漆上减压茶 启动书心开关 中医专家施展内外绝技 教您调节心情 致问病 常常有年轻的朋友跟我说 说白天工作忙 压力大 下班之后是属于自己的时间 得好好玩 即使很晚了都舍不得睡 要安排各种活动 这算是犒劳自己 对自己好 但是有那么一个年轻人 应该说有那么一对年轻夫妇 他们却有着跟大多数年轻人不一样的生活 他们知道怎么做 才是真正的爱自己 爱生活 因为我们也可以放纵 因为可以去说熬夜 可以去很疯狂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只是昙花一现 为了这样子的短暂的快乐 要消耗你积累的很多的元神 精气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一个规律和这一点之后 都会自己和审视自己的生活 在比如接触蒋田之前 或者说接触中医之前 那对于什么是健康 或者什么是养生 实际上我们是没有概念的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 或者说这应该等到80岁以后才去考虑的问题 但是在跟中医蒋田结婚之后 这位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钱明辉 在30多岁就提前进入了养生模式 并且要适应蒋田与中不同的作息时间 我一般自己是9点钟睡 甚至有时候早的时候 可能9点之前就会上床睡觉 因为9点我们说是三胶经 相当于就是睡人体的美容觉 上胶是心肺 中胶是脾胃 下一胶是肾和膀胱 所以你在这个三胶经的时候睡觉 其实就是养你的这个五脏六腑 然后呢那么早晨起来 它会必要有时候会比较早一点 比如说这个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好像三点多 还有包括四点多 它都会起来 起早之后反而是神经气少 而且有时候睡了之后觉得不够 再去睡一个回笼觉 时间是久了 但是人反而四肢疲劳 所以我觉得就是 确实是自我实践之后 发现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作息 晚上9点睡 凌晨三四点起 这听起来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作息时间 蒋田却说非常好 到底好在哪呢 按照子五流注 该你 我们说身体代谢的时候 那你去代谢 该进食的时候去进食 该运动的时候去运动 该休息的时候去休息 完全按这个节律走 身体一下子很快就得到一个修复 中医哲学认为天人合一 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人的生活习惯应该符合自然规律 中医的子五流注理论 把一天二十四小时分为十二个时辰 把人的脏腹在十二个时辰中的兴衰 联系起来看 缓缓相扣 十分有序 蒋田说他二十一点睡 二十一点到二十三点是亥时 三交经最妨 如果人在亥时睡眠 百耐可休养生息 对身体十分有益 可惜现代人几乎做不到 发现实际上三四点钟或四五点钟起来 并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么恐怖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比较容易能够做到的 就是前提是你晚上可以稍微早一点睡 没想到按照蒋田那看似恐怖的时间去作息 贤明辉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而现在呢 那么起来之后五点多岁起来 然后呢 洗漱一下以后 人整个一个精神状态 就是感觉特别的这个精神 就是状态比较好 然后发现就是周围也都很安静嘛 早上起来 然后在读书啊 或者说这个看看东西 写写文章 都发现这个效率很高 然后呢 那么思路也很敏捷 即使按照蒋田的中医理念 在调整生活习惯 但事实上 前明辉在结婚之前 对中医没有概念 直到婚礼前一天发生的那一件事 结果头天晚上 我不知道怎么的 就是突然发烧了 然后烧到快将近40度 那那个时候 按照以往的经验的话 像这种情况 我的体质 至少没有一个礼拜 这个打针 吃药 肯定好不了的 所以当时就很担心 可能第二天的这个活动 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了 就在前明辉交集 而不知所措的时候 蒋田一家 似乎并不担忧 只是由蒋田的妈妈 给他把卖 开了一副汤药 我记得那时候差不多是四点多喝的吧 喝完以后反正就躺在床上休息 好像等到晚上七八点钟 他们回来在看我的时候 那时候烧基本都已经退了 短短的几个小时 喝一点中汤药就可以退销 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的 前明辉第一次接触中医 就感受到了中医的神奇 那时候他才近距离地认识 这个不一般的家庭 所以我说我投了一个好胎 身在这样的家庭 有这么好的这个 大师级的爷爷外公 然后爸爸妈妈 也是非常出色的这个中医 蒋田的外公是国宝级中医 国医大师朱良春 已经过世的爷爷蒋养三 也是小儿科名家 父亲蒋熙 母亲朱婉华 都是南通名义 蒋田自有继承家学 长大后又到专业院校深造学习 虽然年纪不大 但上文求医的人已经不少 这天突然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难道那么小的婴儿也来看中医 我吃他药只吃了三个八 八天了以后我就馋了 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惊喜 然后就看了怎么在乎 吃一段时间药 吃了有两个月吧 吃两个月 然后就怀孕了 他就怀孕了 这个确实是很神奇 原来这是两个曾经为没有孩子 一度苦恼甚至举放的家庭 我们还想去抱养一个孩子 等等很多方式 包括一些四管婴儿 这些我们都去咨询和尝试过 但是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败 当时的时候 因为我爱人 老是要小孩的烦恼 精神的有点不太好 医生看的时候精神不太好 就没敢给他说 悄悄地把我叫一趟那说 说你能还是想其他办法 要不有个孩子吧 看到现在的情景就知道 之前的烦恼已经不复存在 而这份幸福离不开蒋田的帮助 既然得了病 我们不应该是用胶着的状态 来面对这个病 而是首先把自己的心放下来 你相信自己会康复的 然后找到一个好的正确的治疗方法 一定 定能来 定也能去 用中医的方法治病和养生 是蒋田生活的一大主题 和别人不同 蒋田的一天 是从点燃一支爱酒开始的 祖先的这种 我们说的治胃病的这个大社会 是非常让我们佩服的 就是不要等疾病发生的时候 再去治疗 早起给先生和自己用爱酒做保健 已经是蒋田这几年养成的一个习惯 你如果烫的话 你就跟我说 是 感觉有一股热气 有一种热的感觉 有醍醐观点的感觉 在施酒的过程中 蒋田总是会顺便给他的先生 做一些健康知识的普及 这是法徽学 但是他前后左右各一寸 这个是叫四神葱 四神葱的话也是抑制建脑的 这太好了 尤其适合我们脑力工作者 没错 酒完颈部的穴位 蒋田熄灭了爱住 但是又结现一段爱住 取出里面的爱荣 放一些在纸上 还拿出一支毛笔 这是要做什么呢 自己动手做一些 这个很简便的 这个说面部的穴位的酒 只要其实你看 刚才就是这么一小段爱荣 然后把它打散之后 有这么多 只要取一些些 然后相当于每个穴位 可以就个三到五分钟 也很简便 就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 动手制作 把爱住打散 取一些爱荣 放在宣纸上 用毛笔或小戏棍 一边擀 一边卷 最后把边缘处 抹上胶水 粘紧 一支小爱条 就做成了 这里面是爱荣 跟香烟似的 这就更聚焦了 这样子针对面部有些穴位的话 它范围虽然小 但是针对性更强 也安全 也安全 因为你像这个睫毛啊 眉毛啊 如果你用特别大的这个臼 就容易灼伤 这样相当于点对点 直接找准穴位 然后直接试酒 这种绣针酒 是蒋田的创新 既不浪费爱荣 针对学位还更精准 我叫这个印堂学 这个印堂 它也不属于认脉 也不属于毒脉 这个奇经八万里的奇绪 对 那这个的效果 一举两得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它不光是 对这个势力有帮助 而且适合你讲课的时候 它能够开发 我声音更明亮 很清亮 这个太好了 就在上面试酒的同时 我们看见前面灰的腹部 还绑着一个随身酒 我里面放了一节那个哀条 然后放在一个旧具里面 就绑在身上 可以不求人 大约三十分钟 爱酒保健结束 就连爱酒的灰 向天也没有浪费 对这个都是我们每天坚持 这个哀旧的成果 然后留下来的哀这个 妈妈说这个是 很好的天然的除湿剂 所以我们都留着 然后就 对留着 然后平时有时候就放在家里 相当于就是让它吸潮 另外的话就是对于 有时候有脚气呀什么的湿症 就可以用这个哀灰 稍微外敷敷一会儿再洗掉 效果也是不错的 酒完之后 蒋田又漆上一壶药茶 这里面有西洋参 枸杞和石壶 西洋参给你补气 生精 养心气 然后枸杞的话 是补干肾 用瓶木 那个石壶 对 石壶的话可以生 生精 止渴 然后而且是养胃婴 口干有点 对相当于刚给你补了羊 这话给你补阴 阴阳病毒 阴瓶痒 就是最健康的状态 像他们这样 重视和懂得保健的年轻人 并不多见 看得出 钱明辉对这位专业保健医 是非常满意的 我们长前结婚之后 好像就从来没有去过医院 我感觉 就以前我们会进 肯定就是去过有一两次医院 那是因为学校组织体检 不是因为生病 看来 用中医的方法保健 确实有效果 不知不觉中 钱明辉感觉自己在变 现在完全我说 我就是属于中医的票友 因为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专业 现在的钱明辉 可以说增加了一个专业 闲下时间 她的兴趣就是和蒋田一起 背诵中医经典 福上古圣人之教下也 皆为之虚邪贼风 避之有识 甜诞虚无 争气从之 精神内守 并安从来 是以至贤而少欲 心安而不惧 行劳而不倦 气从里顺 各从其语 皆得所愿 故美其时 任其福 乐其数 高下不相目 其名故约谱 是以事欲不能劳其目 迎邪不能获其心 于至贤不消 不拘于物 故何与道 所以能年轻度百岁 而动作不衰者 一起得权 不为也 不错 全对 这个大弟子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二十弟在哪呢 所以在蒋田那 我们知道了 有一本书叫《黄帝内经》 是一本很神奇的书 是我们说 我们的老祖宗 很早就告诉我们 人应该怎样的 去正常的去作息 这样的话 才会使自己更加的健康 活得更加的快乐 对 对我们说年轻人所谓的一些 我们说的奢侈品啊 以及这些外在的追求 要娱乐 要度假 我们觉得都不需要 就是我们对现在的一个状态 非常的知足 然后就会觉得 我们怎么样 把自身充实起来 能帮助更多的人 这样我们的这个生命 才有价值 才有意义 胃口不好 就维持一顿半一个脚 胃疼男人 整天的老疼 让你没有那个兴起来 二十三年的病痛 到底是谁 惹恐 情绪跟胃 非常关系 非常密切 提上减压场 提供书星开关 中医专家实战内外绝技 教您调节心情 质问病 观众朋友 这里是中华医药 欢迎您继续收看 首先要欢迎来到 缅博士做客的两位专家 欢迎两位的到来 李春祥 北京中药大学 东方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 宣布第二届 百名杰出亲眼中医 对治疗 消化内科 各种遗门杂症 有独到经验 梦杰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临庞医学博士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 副主任医师 擅长与 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 欢迎今天做客的 健康问诊团的 各位嘉宾朋友 欢迎大家 刘虎仪 带领健康问诊团 走进洪涛县江 跟专家学习 按摩学位 治胃病 有这样一个朋友 他一直有一种特殊的症状 到底怎么个特殊法 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就吃一个饺子 就围吃一顿饭 一个饺子 吃得特别少 你知道 谁都管我叫猫饭 基本上 就是把我的媳妇 吃一个两个馒头 我弟妹上这来 完了呢 还有记得她给我做饭 做的混蛋 吃两个 她说什么 就说我不吃 以为是装也不吃 我说真吃不了 她拨下走 二十三年前 刘女士的身体 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不想也不能吃东西 一吃准难受 饿着好一点 吃了以后就疼 她是背疼 疼着你不想也不想吃 就顶着呀 就这点 就肋下的下头 两侧左右 不疼 她还不是说疼 一会儿过去 整天的老疼 让你没有那个兴趣 起不来 就这样 胃疼 连带顶着整个腹部 都在疼 人也在痛苦中 消瘦憔悴 自个儿以后 这就是一个 有病的人 无精大财 宅个菜股所地 你知道 就这么点 什么心情都没有 这时 刘女士不得已到医院 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 刘女士患上了 萎缩线秘炎 这个短片中的刘女士 今天就在我们的现场 谢谢您能来 刘女士在这个短片里面 看您的这个胃的 这个不适的症状 主要就是食欲不好 还有胃疼 原来不是丑的 就没有 没有一个东西能吸引我的 老是宝 第一个是胀 胀 我那时候形容胀怎么胀 就有人拿东西捆帮我 我就不会形容 我就说 有东西跟捆帮我似的 那种胀出不来气 这么严重 对 师傅那会儿 您经常接上个捆绑式服务 被服务的 看来这人呢 要是不能吃东西 这是非常苦恼的 对 您说的很对 能吃的 能吃的 你回不出来 对 能吃什么 想了解一下 其他的嘉宾朋友 就是咱们有这个胃 不舒服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不适的症状 有 我这胃始终就不好 老是什么呀 他不消化 吃完东西他不消化 尤其晚上睡觉之前 像这个面食的东西不敢吃 这是我的家长 就也跟刘老师这个年龄啊 就是会半夜就起来 就是必须要吃一点苏打饼干 为什么呢 胃酸 胃酸的厉害 就是已经影响休息了 就必须吃点苏打饼干 晃晃一会儿 活动活动 再回去再补 后边来是掉 半夜就行 刚才这个节目当中 提到我们这个刘女士 是已经诊断了 萎缩性胃炎 我们在这请教一下 那个李主任 这个萎缩性胃炎 如果就单就这个病来讲 它最主要的症状是什么 萎缩性胃炎 它最主要是三个症状 第一个就是刚刚刘女士讲的 一个是疼 它这种疼啊 一般萎缩性胃炎的疼 跟其他的疼 跟心脚疼那些不一样 它疼呢 它是隐隐的疼 不是那种脚的疼 针扎的那种疼 第二个主要是毒 它吃完饭 老觉得这个地方 也塞了一个棉花样 第三个就是刚刚刘女士也讲的 就一点东西都不想吃 食欲特别差 就差了什么 就是它吃一小口东西 它就饱了 那如果要是出现了刚才您讲的那几个典型的就是疼啊 堵啊 还有食欲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去医院做检查 我知道刘女士之前好像做过很多次检查是吗 我一共做了18次了 这样我们下边看一下刘女士的一个复查的一个短片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天又到了刘女士复查的时间 这间医生拿出一条长长的黑管 这个顶着灯泡的黑管就是胃镜 接下来医生就把胃镜插进刘女士嘴里 顺着食道看了进去 听说做胃镜检查很难受 问问刘女士感觉怎么样 若是时间比较短 好像我没感觉怎么难受呢 做完了 现在这个萎缩性胃炎的发病率高吗 萎缩性胃炎呢 它的这个发病率大概有在中国是13.8% 它的发病呢 它有一个特点 它跟年龄有关 一般40岁以后呢 发病率更高 萎缩性胃炎呢 它是有这个癌变的可能的 一般来说大概是大概有1%到3的癌变的几率 这么高的发病率 又这么高的致癌率 我们去追看它这个根本 萎缩性胃炎到底是怎么得的 到底有哪一些人群比较容易患这种疾病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感染上幽门罗杆菌的人 幽门罗杆菌是一种对人类情有毒中的细菌 它能导致我们发生包括萎缩性胃炎在内的多种胃病 容易生气 容易情绪紧张的人 嗜酒的人 酒精会使胃黏膜产生片状潮红 嗜酒者容易患上前表性胃炎 时间长了会发展为慢性萎缩性胃炎 烟瘾大的人 吸烟伤肺更伤胃 每天吸烟20支以上的人 40%可发生胃黏膜炎症 年纪大的人 年龄增大胃黏膜的抵抗力会变差 容易受到损伤 常吃一些有刺激性的药物的人 比如长期服用阿斯匹林等药 会引起胃黏膜依赖 我想问一个问题 这个阿斯匹林跟这个胃 它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新脑习惯疾病 高歇压关心病 糖尿病越来越多 现在有好多人吃阿斯匹林 我见到有一个人 一个老先生吃了一片阿斯匹林 它出了2000毫升的血 就一下子吐血变血 很多血 就是阿斯匹林它对胃黏膜有省伤的 它可以破坏胃黏膜 使得这个氢离子反胜到胃黏膜里面去 引起这个黏膜的省伤 我们又看到 就上次那个出血的人 我跟他做了一个胃镜 他广泛的胃黏膜 肠子都是有弥烂出血 有的那种浅的溃疡 所以说现在吃阿斯匹林尤其是老年 你胃的黏膜也老化了 胃的功能也老化了 所以说老年人吃这个阿斯匹林 得更是省伤的力量 就刚才我看那个短片提到的就是 它第一项就是说生气紧张的时候容易引起胃疼 所以我这种情况也是经常会发生 就是比如说心情不舒畅 生气紧张的时候 然后就胃部不舒服 因为我本人是萎缩性胃炎 然后把有胆质反流 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有什么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先打断一下 就一会儿再请那个黎主任跟我们回答 下面我们还是接着看一下刘女士的故事 刘女士回忆起自己的胃出问题 好像是和23年前家里的一场变故有关 我父母一会儿都走了 我心里的那种压抑感特别的厉害 两个老人都走了 我一笑就长受不了了 三个月内积累失去父亲和母亲 这打击沉重的让人透不过气来 我就天天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呢到了第四天 这时候我想吃点东西了 后来我吃什么呀 你的葵花子 就抓了整一把 吃吃就吃不下去了 从那之后刘女士不光是胃口变小了 她还觉得自己有了新的变化 皮脂臊 皮脂臊的厉害 困到一点什么小事 就发好 发出去 就烦 然后找茬 这话不一定是错的 你自己也找茬 被找茬最多的就是她身边的老伴 她有时候让我吃 她说你多吃点 我说我吃不下去 晚上她说害你多吃点没关系呢 我说你想撑死我呀 我说你知道我不能吃 你最得逼着我吃 你这不是害我吗 病情在焦躁中越来越重 生活对刘女士来说是一种煎熬 现在看您的气色状态 可看不出来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经历 中医里有五星学说 干心皮肺肾 木活土菌水 就是说露洗丝壁苦 就发露跟肝是相对应的 如果是露伤肝的话 它肝就可以犯胃 导致肝胃的气积不畅 所以说这个观众说的 生气的时候容易胃痛 就是中医认为是肝气泛胃 导致肝胃的气质 气气不通胀 中医认为不通则痛 所以你老是出现胃疼 怪不得 因为我以前都听说是怒大伤肝 然后我就是有一次 去年突然生了一场气 然后一下子吃不了饭了 就胃疼得特别厉害 是啊 这就是我们中医解释 就是肝气泛胃 导致气气不通胀 不通则痛 然后还出现胃疼 所以说我们要特别强调 情绪跟胃非常关系 非常密切 刘女士 她实际上这两边疼 跟她肝气不舒也有关系 因为我们说的 前面讲的肝胃不合 气气不通胀 往往是胃疼 连接到这两边 为什么这两边会疼呢 因为这是肝肌形形的部位 这是肝肌 两乳头正中的这个地方 好多人肝肌不舒的话 是乳房疼 胀疼 这两斜疼痛 两瘦腹疼痛 两边侧腹这个地方疼 这是让跟肝筋的 形形部位有关系的 如果你气气不通胀的话 这个地方容易疼 我们出一个难题给李主任 让李主任给大家 通过用中医的方法 然后来看看 到底是哪一种情绪 在哪位嘉宾的身上 比较明显一些 我们一般是这个看望闻闻窃 如果是看一般我们是看石子石胎 它这个还是一个蛋黄色 这个胎是在身上 胎是薄白的稍微有点裂纹 你看中间这个有点裂纹 对对对 我们再耗耗它的脉 当然这个要实际上正规的 我们要用脉子 它这个脉就是说 这种跟琴弦一样的绷得很紧的 就是一般这种脉就是说 生气的人或者高血压的人 都建议这个就是玄买 玄啊就是跟琴弦一样的那种玄 我以为说玄了呢 吓我一跳 那刚才去舌胎的裂纹说明什么 人家后面这个 它这个长期我们说 如果生气了就是干气 干气郁节啊气质啊 气质可以预言化火 火可以伤音 所以裂纹说明它有阴虚 再结合这个老先生 瘦的人瘦的人都火 都有阴虚 然后刚才的脉是咸脉 咸脉 咸脉是就是说明它 是干的病变 干的 对 那个老先生啊 您是也是比较生的是闷气 对吧 因为老先生是刘女士的 您看着没有 刘女士发火了以后 您这玩意你给的挤得成什么样子 那如果要是因为情绪问题或者是其他一些问题导致了萎缩性胃炎 对 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吗 生气了以后我们往往跟他开一个中药 我们中医有一个方式 有个方式叫柴虎苏干散 柴虎的药它是一个苏干核胃 离气止疼的 还有一个药啊就是香腹 这个香腹它这个药啊 也是有苏干的 有解育的 但也有调筋的作用 有些女同事她痛筋啊 我们经常有相互 这两个药 就是我们往往开这个方式跟她吃 吃了这个药使得她气息通畅了 通则不痛 把这个肝气收开了 这气息收开了 她就不疼了 就不喜欢叹气等等这些毛分都没有了 实际上通过树干来解决胃的问题 对对对 树干核胃 刘女士是一直吃那个李主任的药吗 您感觉怎么样 吃完了以后您觉得心情有没有好一下 我心里都舒服了 心里舒服了 心里舒服了 要不老那么堵的 吃了多久了 三年半了 一年多以后 那时候接着吃药有效果了 心里舒服了 而且得藏一些了 我那时候还有什么毛病 就是嗓子也有这东西 老有东西顶着我似的 老在这顶着 我找李主任 那话跟他说了 他这种这个嗓子老觉得有个东西 这是我们终于这个老百姓说的 梅和气 这跟生气也是有关系的 中医认为是这个气跟痰接在一起 痰气富足 接在这里 所以好多人生气了以后 大哥我老觉得这个东西 老有个东西 但咽一咽不下去 吐也吐不出来 他就吃东西没影响 他老觉得这里有一个异物感 这种叫梅和气 还是情绪带来的 跟情绪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对身体健康多么重要 经常有人问我 我老容易发脾气 我这个老肝 老郁闷 老郁闷 老焦虑 现在应该这样的人不太少说 很多很多这种 我说你最好的是什么呀 我让他泡一个玫瑰花 这是玫瑰花 这个我们一般来说是 他容易这个用意 就是容易生气的 焦虑的郁闷的 尤其是到胸闷 然后老喜欢胸闷喜欢叹气 随于长息口气这样 随于他要长息一口气 他老是闷的话 闷的话他气机暂时的舒畅 但你喝玫瑰花 他就使得他长久舒畅了 舒畅你就不容易胸闷喜欢叹气这种感性 一天五到十克就可以了 一天五到十克 泡十克 这个是陈皮 它比较是有健脾底气的作用 再一个它有化痰 舌苔比较腻的 这种 或者是他平时吐痰比较多的 适合用陈皮泡开始 陈皮 三到五克 我们用少许就是有十来克 好 这是陈皮 我们说弄个三克左右 嗯 好 不要多了 放到这 它有消食 健脾 礼器 去痰 去痰 化湿的功效 对 现在我们这里面是玫瑰花和陈皮 两位 对 放在一起的 对 放个半个小时左右 哦 把那个药的有效成分 充分的会发出来 对 出来了 那是颜色会有改变吗 应该是会有 有一点改变 因为它带一点 玫瑰花的颜色 我们这个搁点冰糖什么什么 可以的 没有问题 可以吧 对 就是既可以酥干 又可以健脾 又可以礼器 又可以化碳 哦 那有没有哪些人不适合喝这个 口干 想喝水 哦 然后大便又特别干的 哦 有口干 解出来球样的 哦 大便干燥的 就不适合 对 然后看到水 它又光光的 没有胎 哦 我们就一定要用这样的不化 那喝这个会有预防的作用吗 有预防的作用 就是你喝了这个 您老师你就不容易生气 是 你弹就变少了 可是本来平时我人就没脾气 喝完这我再一点脾气都没有 一点脾气都没有 没气没脏 这个就可以 可以了 我觉得 可以了 对 您可以加到 尝一下 我能来点这个 您尝尝这两个味儿有不同吗 有不同 刚才那个玫瑰花味 您别别别别 喝出哪个花味儿了 喝出哪个花味儿了 您让 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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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有 哦 您脸的纸儿没了 对 嘿 这个呢 您这一个卡 您看这就是心情好 愿意开玩笑 这个咱们有没有那种经历 就是在生气的时候 就是想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或者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然后就能够舒缓这个 气的这种感觉 就是生气的时候 这条心口挺堵的 嗯 这堵 然后就往下推 哦 往下推 有时候这么拍拍 哇 我是这样 有这同样的感觉 哦 就是啊 觉得好像妈的妈的就好点 妈了妈了 对 哦 其实这种呢 就是有时候觉得心情不舒畅啊 或者是胸闷的时候 这种葫芦葫芦胸口啊 嗯 就觉得会舒服一点 这其实也是一种 一种按摩 我们身上呢 其实就有一些就是 呃 能帮助我们这个心情 舒畅起来的开关 嗯 像这个胸口这个 就是我们不自主的按摩 按摩呢 就觉得心情舒畅了 气也顺了 这个就是按摩的是弹中穴 哦 那我们请刘老师配合一下 啊 好啊 来来 哎呦 刘老师 我心里先舒畅舒畅了 这个弹中穴怎么找呢 弹中穴是在人的这个 前面的正中线 是在两个乳头的连线的终点 就在这个位置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这是块骨头 对 它就是在胸骨的上面 哦 呃 然后我们怎么按呢 用这个四个手指头并拢 来 您跟我一起做 四个手指头并拢 这样 呃 按住弹中穴位之后呢 呃 顺时针的这样按摩 呃 是有方向的 嗯 然后呢 或者是可以从上往下 这么往下 对 是有方向的 哦 或者呢 可以从内向外 这样啊 这样呢 都能帮助我们这个呃 奇迹舒畅 呃 方向的办法 每次呢 可以连续这样按摩个200下到300下 呃 第二个穴位呢 这个是在脚上 呃 是在这个我们的一个干净的穴位 叫呃 太冲穴 呃 这个得麻烦刘老师还得把鞋脱了 对 你想想 这个怎么找呢 这是在这个足背的这个最高点 前边这有一个凹陷 嗯 这个凹陷 然后在大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中间 来 我这么使劲按一下 您感觉怎么样 有点胀 呃 酸吗 有点 酸胀 啊 嗯 这个穴位呢 就是是干净的穴位 所以呢 它有这个疏干 梳理干气的作用 嗯 我们每天呢 晚上洗完脚之后呢 就是看电视的时候 呃 坐在沙发上 可以就是按这个穴位 每怎么按呢 每次这样 每次按呃 点住之后呢 呃 按柔大概 呃 三十秒钟 然后休息一会儿 休息个十秒 然后再按 这样按个五到十次 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穴位呢 就是是在我们的头顶 这个是在 这个是叫呃 都脉的穴位 叫百会穴 大家跟我一起找 怎么找呢 就是呃 两个拇指对准耳尖 这样 然后呢呃 呃 用这个中指 呃 找我们的正中线 这个点 呃 这个穴位 正好就是百会穴 我们怎么按呢 就是一个手指头 点到这个百会穴 另外一个中指 交叠在上面 然后这样呃 按住以后 然后这样按揉 呃 也可以每次按摩个 两百下到三百下 呃 呃 穴位按摩呢 是这样 呃 呃 不适合在这个刚吃完饭呀 或者是剧烈活动之后啊 您可以就是 在就是 比如说晚上睡 零零零睡前呀 休息的时候 这样 这时候按摩是比较好的 呃 这三个穴位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弹中穴 呃 脚上的这个太冲穴 还有头顶的这个百会穴 能够梳理气机 呃 梳干的 然后呢 我还给大家介绍一个 健脾的穴位 这个穴位呢 就是足三里 大家非常熟悉 呃 呃 刘老师都知道 足三里在哪 这个地方吧 呃 具体怎么找呢 它是这样 足三里穴呢 它是在这个 呃 呃 胃经上 怎么找呢 是外侧的这个 这个膝眼 您看 膝盖这个 冰骨下面 两边各有一个凹陷 呃 外边这个凹陷 摸着这儿有一个坑吧 然后向下呢 四横指 这样 这样找 用您自己的四个横指 然后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个 颈骨 就前边最粗的这根骨头 盘开一横指 嗯 这个位置 来 哦 我给您 感觉怎么样 嗯 呃 往下 对 可以按揉个 呃 三十秒到一分钟 然后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按 按个五到十次 呃 其实这几个穴位呢 按摩是非常方便的 呃 我们怎么选择呢 呃 就是选一个 前面说的这三个穴位 疏干的穴位里选一个 然后搭配上足三里穴 这样达到既能疏干 又能健脾的这个效果 嗯 谢谢孟医生 好 谢谢刘老师 我现在 我现在心里敞量多了 是吧 哎呦 我这个 刚才还说了 呃 我受了气了 对 内服了刚才的那个 带茶饮 对 然后外部又做了这个按摩 嗯 把我不懂事 气您的事全给忘了 全忘了 现在饮食什么都正常了 是吧 对对对 嗯 挣点吃饭 嗯 到时候也有饥饿感 给你能吃了 心里就痛快了 是 现在您的心情 我现在 我不是说吗 我整天的时间不够用 哦 为什么 我上午 蹦点 嗯 然后又 回了又柳弯去 嗯 晚上坚持走 嗯 而一天活动量很大 哦 没有闲的时候 老伴也不受气了 就两侧 不疼了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是 呃 我们一起来认识了一种疾病 呃 萎缩性 胃炎 对啊 然后我们了解了这种疾病 不仅仅和我们吃的对不对有关 嗯 很大程度上和我们的情绪啊 有很大的关系啊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学会管理好我们的情绪啊 在这也祝愿我们现场的嘉宾朋友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